首先您要开始做之前 要先了解一下Google协助平台有哪些版本 事实上它有几个不同版本 首先如果您是用我们一般的 一般的它这些功能都有 包括了我们刚刚申请的Gmail 你有请示例 它里面称作日历 然后Google文件写作平台 YouTube也是Google的 大家知道吗 你不知道 它被它收购了 最近Skype比较红 我以来用80亿把它 我记得是80亿的样子 把它收购了 Google token 可能用的稍微比较少一点 在台湾用的稍微比较少 其实也不错 iGoogle iGoogle如果您没有特别用 我的首页 其实像我现在自己 我的首页现在都不是Yahoo 也不是 就是直接设成iGoogle 我自己去制定我要看什么资讯 这样子 再来线上论坛 就是所谓的讨论区 讨论区 然后还有什么 相簿 还有相簿 那么如果您是用教育版的 教育版就是说您去申请的帐号 就用教育版的 那么它其实原则章 像我们思域现在就是用这个版本 所以它有3000个帐号 当然你学生的不能建在这里 学生建在这里一下就用完了 但是这个应该就够我们一般行政人员跟老师来用 3000个应该够 但是它的那个项簿 我记得现在好是 之前有时候开放可是我好像还没看到 我不知道学校的有看到了吗 它好像最近会自动升级 但是不确定这个可能要再查一下 那么如果一般我们用所谓的免费的企业版 它是50个 50个 那后来好像最近没有改成 就是我们刚里面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Word文件吗 你又是用自定网域的 它现在又把那个帐号降落变10个 变10个 那基本上这些功能都有 好 但是它没有相簿 不过没关系 没有相簿 因为已经有10G了 所以没有相簿也还好了 那专业版的这里会像这样 那这个专业版这个指的是 每个帐号 也就是说一年 一个帐号1800 也就是说这是付费的 那我想您先了解一下 原则上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就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没有太多限制 那我们就往下看一下 怎么要来建立新的协作平台 那么您要建立新的协作平台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各位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进来之后 但是你进来 可能跟我的会 这边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连一个都还没有 那我是因为有好几个的 所以我一进来 它会把我的清单列出来 这样您了解吗 好所以您待会呢 进到这个size.google.com 进去之后呢 像我现在 如果我从这边进来 我来增加一个 size.google.com 好您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我的清单 它会帮我把它列出来 有没有 我左手边会这么多 好那你们的没有的话 它会在右手边 有一颗很大的建立新的协作平台 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好所以您就可以按一下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这样子 那么按一下之后呢 在这边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它这里面 首先它有所谓的范本 范本 所以我们简报啦 跟word啦 那些都一样 那范本的部分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把那网站就好像直接copy一份 做进去 好做进去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 台北那个什么 能人家商 或帮他们建好一个范本 所以其实 老师如果您要找的话 您看前往 有没有 前往这个 范本库 您可以进到这边来看一下 它事实上有很多 有没有 很多类型 所以我说刚刚那个上齐国小 它只是没有美化而已 不然的话它的这个内容真的非常多 那您可以找个关键字 这边或者 那不是我做的 那不是我做的 那个是我在网路上看到应用的算比较 比较完整的 那大多数都是单一网站比较多 有看到了吗 好 这我帮他们先做的 我还没有把它变1.0 那你只要点进去 你可以先看一下 有没有 看到是我应该没有错啦 应该跟本人还有点 所以假设你要这个针统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填起来 或者你要去预览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 所以其实如果说老师您是在学校里面 比如说您是那个主导的老师 你也可以先做一个 比较符合学校需求的 那其他老师在用的时候 就会比较轻松 为什么 他负责改就好了 架构都有啦 你看左手边是不是都有一些架构都有了 对不对 那连上面这边都还可以像这样 有没有部落格 有的是不是可以像这样做 对不对 他也可以做啊 所以为什么 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拿来用 可以的 那我就把画面先还给老师 所以您可以先找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那如果没有喜欢的也没有关系 您就直接来这边 反正就没有办本 好那你就 先帮你的学校品来取一个名字 好怪喔 今天已经6月以后 那在这边直接打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我不是不想直接在这边打 因为我的输入法在这边没办法用 所以我才会那么麻烦 好那您可以发现在网址的部分呢 他会怎么样 自动帮您直接翻译好 有没有 知遇过重 哈哈哈哈 那当然你不喜欢也可以自己改啦 反正他那个内地的网址嘛 好 但是就是说一个前提 term 呃 常见的大部分都会有好 呃 因为前面大家都一样啊 你了解意思吧 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改也可以 但是不能用中文 只能用这些字元 所以它通常会把你直译过去 下面呢 一样会有这个代码 那么这里有一些主题 这个主题就比较像我们在部落格看到的 那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范本 但是这个它的范本指的是 连内容都有的 下面这个范本只是说 固形主题 这样子而已 内容还是空的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那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按确定 那我把还给老师 这边有提到的 就是你把名称打印选了 适当的范本 然后命名 对不对 好 命名进去 那如果说啦 因为刚它的网址是还蛮长的 你也可以去申请 那个所谓的转指服务 如果现在有提供这种转指服务 有没有看到网路上 现在有很多转指服务 什么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点兮兮的 申请在那个什么 英主什么 什么寻找那个境外公司的那种 因为现在有些网址是太长了 比如说部落格好了 你要记好像很难记对不对 因为都很长 所以说您可以利用这种转指 其实网路上可以找到很多 如果超过转指的话 这个就会变得相对比较容易记一点点 好 那主题这个没有问题 更多选项 刚才大家没有看 更多选项是让有几个部分 可以做的 就是说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个叫做协作平台的说明 这个如果您没有写也是没有关系 那有写的话 你也看不到 因为它不是给你看的 它是给谁看的 给收信型看的 好 所以它写在网易的这种叫Meta标签里面 Meta标签里面 那另外什么 共用 贴定指的话 它的这个协作平台是等于说好像建网页 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比较就是 工地的空间 也就是说 只有我指定的人 当然这个人是指谁 也没有 有Gmail信账的那些人 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好朋友 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Facebook所谓的那个叫做社团一样 但是它的社团是可以小群里的社团 对外开放的 类似像这样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协作平台 所以你必须登录才能 这位的应该不会是这个内容 所以不用打工 好 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说明 它会写在网页的这个地方 所以没有关系 那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用版本所建立出来的新的协作平台 它就等于把内容都先帮你把它丢进来了 那你只要负责赶就好 好